現在我要介紹第九種類型的微分方程式的解法 這個方程式稱作RECATI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的樣子是 Y對X的微分 加上P乘上Y沒有微分 右邊是一個跟X有關的函數乘上Y的平方 再加上一個跟X有關的函數形態 這個RECATI方程式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的特色是 它有一個非旗性向 然後 這個有Y平方的情況下 這也是一個非線性的狀況 這是一個非線性向 它就是有非旗性向 而又有非線性向的狀況 這個題目它的解法 就是要去找到一個答案滿足非旗性向 我們必須要試著 這個解題的過程當中 必須 必須要 必須要試著找一下 它那個解題過程當中的非旗性結 解題 解題的時候 要先找到 先找到什麼呢? 先找到 所謂的滿足非旗性向的非旗性結 滿足非旗性向 這個非旗性向 這個非旗性向 就是那個H那個像次 滿足非旗性向 它的這個非旗性結 我們要先試著找到 這個非旗性結 我們把它稱作Y1 這個非旗性結 要先試著找到 通常題目它會給你那個Y1 一般來說 初題目的老師 他們會給你那個Y1 因為要找到一個Y 能夠滿足非旗性向的話 不太容易 一般來說不太容易 那如果初題的老師沒有給的話 那你要自己猜 通常我們也只能猜簡單的 像那個 正負X 正負X平方 正負X3次方 大概這幾個猜完之後 如果還是猜不到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一般來說 這麼簡單的非旗性結 初題目老師應該都會給你的 答案的形態就會分成兩部分 一個叫做非旗性結 非旗性結是我剛剛所說的 是應該要先去猜到的 通常題目它會給你的 非旗性結都會給你的 我們是說 這個通解要包含兩部分 一個叫做旗性結 通解包含哪兩部分呢 一個叫做旗性結 還有一部分 稱作非旗性結 還有一部分 稱作非旗性結 大概就是要以這個概念來解這個類型的題目 那假設 我們現在這個是以枝 這個考慮為以枝 我們來想想看 那所謂的旗性結要從哪邊來找 因為我上面這個想法是把Y當作V加上Y1 而且Y1是滿足非旗性結的非旗性結 且Y1滿足原來的微分方程式 就原來有非旗性結的這個微分方程式 是Y1去滿足它的 就滿足非旗性結的那個答案 好 且Y1滿足原來的微分方程式 好 這一句話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好 這句話它所代表的意義是說 把這個Y1帶回原來的方程式的話 它會滿足的喔 也就是說這個Y1取代上面的Y Y1對於X的微分 加上P乘上Y1 好 這等於G乘上Y1的平方 再加上H這個函數 這個是所謂的Y1滿足原來方程式的那個概念 好 那我就把剛剛所說到的 通解要包含旗性結跟非旗性結這兩項家的這個想法 把它帶回原來方程式 就這個也是我的答案 Y1也是我的答案 但是Y1稱作它的非旗性結 因為它只有滿足非旗性結而已 我要試著用這個概念去找到它的旗性結 好 那找旗性結的過程當中 就是藉著這個Y要滿足原來方程式的概念去找它的答案 好 我們說 因為通解要包含旗性結跟非旗性結 所以把這個相加帶回原來方程式 好 帶回原來方程式 所以寫成V加上Y1 好 這個對X為分 好 第二項的話是P乘上V加上Y1 好 然後右邊的話是G乘上Y要換成V加上Y1 好 這個是平方的喔 然後最後一項是H 這個非旗性向H 好 我把底下所看到的這一串帶回去的那個通結 通結帶回去之後的寫法 把它展開一下 我們看看應該會有什麼 好 作詞